大家好 我是河马普美Martin 现在我所在的是老华人区 圣盖博士的一个广场 这广场名字叫希尔顿广场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酒店 希尔顿酒店就是我身后这个 很多美国的华人企业 在洛杉矶的都会选择这个酒店作为新品发布会 五年前上海交大曾经在这边举办过一次北美交大的一个联谊活动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广场跟着我镜头走一走 我们对比一下这个广场和尔湾的广场其实有很大差异 这里有一楼二楼 设计的还是比较紧凑的 不像尔湾尔湾的地比较大 所以尔湾的广场相对面积比较大一些 像我家所在的wood valley广场是面积非常大的 好我们往这边走走看 我们去看一下现在疫情期间非常流行的地摊经济 国内叫地摊经济 美国这边其实就叫路边摊了 好我们走过来看看后面这个 有没有注意到我身后这个餐馆门口的这些桌子 疫情期间的话政府限制大家在餐馆室内躺食 但是允许商家把座椅摆在户外 你敢尝试吗 现在是下午两点钟所以暂时还没有人 等到五六点钟的时候这边会非常非常热闹的 其实华人相对都比较安全 平时都注意戴好口罩 户外空气流通也比较好 所以户外的这种路边摊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没有问题 好今天分享到底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